最新调查显示,心血管疾病是全球女性头号杀手 而本地每年死亡的女性病患中,就有三分之一死于心血管疾病 但大约四成的本地女性误以为乳癌是导致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 另外还有29%误以为死亡原因是一般癌症 新加坡心脏基金会公布2024年女性心脏健康调查 报告指出,每年全球有860万名女性死于心血管疾病 但只有大约11%的本地女性知道,心血管疾病才是女性的头号杀手 为提高公众意识,新加坡心脏基金会举办步行活动,吸引了大约2000人参加 有83%的妇女表示说,如果在亲友的陪伴之下 那她们会有更大的动力来进行运动 那么我觉得这里就显示出,我们的这个社区其实在这里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 调查也发现,足有16%的女性认为自己是非常了解心血管疾病 调查报告还指出 定期运动将能够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,降低大约一半 但超过86%的女性表示,无法达到推荐的每周150到300分钟运动时间 工作疲惫和时间有限是主要原因 都不复结合作恢复 有限年交界绎发表这对比较之后